首先先感谢一下 真的是政务员在那么忙的时间里面 能够抽空跟我们跨产业的一些企业领导们 一起来聊聊天 所以首先感谢您 那我就直接切入一个几个问题 我想请您帮我们稍微阐述一下 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 现在还是应该算疫情期间了 但是回头看一下 不管是在口罩地图 或者是COVID-19的历史轨迹比对的这些例子里面 我们都看到了大数据所驱动的一个科技防疫 那也看到了您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所扮演跟传递的一个数位政策的一个角色 那在疫情继续 现在虽然说还没结束 但是应该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以后 如何让政府的所谓公开资料库 还有所谓的民间的开发的人或者开发者 或者还有技术服务的提供者 那大家怎么样在合作的这个模式 继续去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新模式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在这里面想请您跟我们讲一下或者解释一下 您看到了有些什么样的挑战 面对这个新的一个模式 那您又有什么建议呢 好的 首先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确实您提到口罩地图 一开始完全不是公布们的想法 不管这个国外的媒体再怎么样询问我 我都说是台南的吴展伟 也就是你们的Google Developer Group 在台南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首先想到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呢 其实把这个叫做reverse procurement 是反向的采购 是公民社会啊 对我们采购 吴展伟先想出来说 这个界面要长怎么样 然后再跟GDG台南的朋友们 一起去把它调整成 这个可以跟药局啊 健康中心啊 等等合作的这个模样 然后来告诉我们说 你更新资料太慢了 一天一次这样不可能的 一定要就是一天好几次 一天好几次之后 又发现说还是不行 因为排队的时候 每个人排队的时候 他要能够audit 他前面的那个人 真的买了几片口罩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调到 30秒一次啊 那刚刚讲到这些沟通 都是在2月6号当天 短短的可能 5个6个小时里面去完成的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iteration啊 就是迭代的速度 迭代的速度只要快 双方的信任 或多方的信任 就可以达成 那当时吴展伟也很担心说 欠了Google 60万台币 不知道要怎么样嘛 那也很高兴 Google的CSR部门 跟Google Club 把这笔费用吸收了嘛 因为认为说他有公共利益 那所以呢 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未来的两个挑战 一个是说 要怎么样证明说 这样子的 我们的公民科技的工作 有公共利益都能够快速的让不管是云端的服务提供者 还是我们政府能够去把它提到最重要的这个priority啊 因为毕竟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的话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愿意去投入这样子非常快速的iteration的 所以这样子设定议程 设定重要性的一个机制 一个mechanism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要面临一个挑战 那第二个挑战呢 就是口罩是不会主张什么隐私权的啦 这个一个药局呢 大概也不会主张说 这个我50片口罩40片口罩 口罩它是粉红色的还是彩虹色的啊 等等啊 好像是有什么侵害个人秘密之险啊 你反正戴着别人都看得到啊 怎么可能有什么隐私 那但是呢 在很多的数据上面就不是如此 当我们要进行运算的时候 好在今年有一些新的发明嘛 在保障隐私方面 有这个对抗性生存网络 所做出来的合成资料 比以前的可用性要来得高 那在资安方面 现在也有全同态加密的演算法 能够让在云端进行计算的时候 可以不需要这个解密 不需要看到里面的实质内容 那但是到底谁来说 这样真的能保护隐私 能够保护资安呢 这就需要一个 我们按照欧盟的例子来讲的话 一个独立的各资审议的委员会 那这部分呢 也需要不管是产业界 还是我们社会部门啊 一起来加入 那这样子才会有公信力嘛 就跟现在的消保啊 公平会 这样子一样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也大概已经完成了 也会在年底之前 送到立法院 非常感谢 我想接着我就来谈一下 最近很夯的话题 已经谈了很久的 所谓人工智慧 Artificial AI Intelligent 那在这里面 我想Google一直认为 在AI这方面呢 我们是极力的在推动 所谓AI的民主化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 只要它是符合 我们认为它只要符合 AI的Principle 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尽量的降低 AI所谓入门的一个门槛 那这个目的当然是为了希望能够帮助个人啊 或者企业 甚至我们的社会 能够尽快的加速 转型的脚步 那回头一想呢 这个跟您所提倡的 政府所提倡的所谓数位创新 其实非常非常的有一点 类似 那可不可以请您 跟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在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政府跟 我们在座的所谓跨产业的 几个企业领袖们 他们如何一起在 推动AI的过程里面 能够合作的更完美一点 您也看到了 有什么样的挑战跟机会呢 是 我想我们在看到 AI的发展的时候 一直有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个我把它叫做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权式 权威式的这样子一种智能 那样的想法就是说 不是说国家对人民透明 而是人民对国家透明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理论上好像可以 把公共资源做更有效的分配 但是它是以牺牲 个人的自主性为代价的 它看起来可能是 就是有些社会信用啊等等 那但是事实上 这个完全是掌握在特定的 一些判断者的一些手上 那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 那就好像我现在戴着眼镜 或者是长辈戴着助听器 等等一样 那这方面的AI呢 当然是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听了更清楚 做出更好的判断 可是它是以维护这个人 他主要的人性尊严嘛 dignity 作为他的要求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对AI就会有一些 额外的要求 好比方说alignment 就是跟我的价值一致 accountability 给得出交代等等 那这些在就是威权主义的AI上面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 给得出这样子的交代的 所以也可以说 只要越能够给得出 像我刚刚讲的 alignment and accountability 的这样的能力 它就越往assistive的这个方向走 也就真正的意义上面 越民主啊 那但是呢 在authoritarian那边呢 它价格也许降低 但是呢 其实是以就是监控换来的嘛 那他们当然也会说 这是更普惠等等 那但是对我来讲 这个是不能叫做民主的 民主还是以参与 跟能够给出交代 作为最主要的价值 所以在AI的发展上面 我们也发现说 在上一个世纪的AI 是很容易给出交代 也很容易来audit 但是这个世纪的AI呢 因为deep learning的出现 就发现说 它给得出交代 但是我们还未必看得懂啊 所以要怎么样让人类 看得懂的方式给出交代 就变成现在 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题目 那这个我觉得 就是要大家一起来讨论 而且一起来研究 刚刚讲到的 各自审议委员会 我想里面也会有 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怎么样对于deep learning 来给出交代这个题目 来进行一些裁夺啊 对那刚好 我想也切入了这个话题 我们就可不可以来请教您 有关 您也一直提倡 所谓的数位民主啊 那刚才讲了 我想应该已经开始 有点进入这个主题 那我想也不可以 可不可以请您 跟我们分享一下 数位民主在你的观点里面 或者在你的愿景里面 它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愿景呢 是 在这个数位两个字里面啊 我常常开玩笑说 数位正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它可以是数十位 数百位 可以是数千位啊 那因为我们在网际网路上面 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任何人隔着网际网路 其实都是一个成年人嘛 他没有特别去区分说 你是有投票权的 还是没有投票权的 你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民公民呢 还是你是移工呢等等 那也就是说传统的西法利亚体系 它是先去确认你对于这个共同体的身份 然后再来谈民主 但是呢相信大家只要参加过 网际网路治理都知道 只要你有一个email账号 而且你讲得出一套套理 说为什么你跟这件事情权益相关 你是一个stayholder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加入 网际网路甚至最核心的协定的制定 所以这一套政治系统 跟传统的这个政治系统 要怎么互相衔接起来 这个就是数位跟民主中间的连结 那这个是我把它叫做数位民主 那当然呢 就是从数位的这个角度来看 还是数位要来辅助民主吗 不是说只让少部分人 能够连得到宽平网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台湾 宽平是一个人权 如果我们现在要谈数位民主 但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连得到宽平 那这样子就没有民主之可言了 它变成了一种精英政治 那但是呢 台湾我想我们是相当的得天独厚 就是从很久以前到现在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我记得当时还有那种 在不经济地区设置公用电话亭的那种条例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通讯权啊 健康权啊 教育权啊 这本来就是国家应该要保障的 这是民主国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做的还蛮不错 而且也可以对外来就是 分享我们的台湾model 那但是当它进一步要变成说 那任何人都可以对 任何公共政策发表意见 甚至现在高中的这个公民老师 常常都 她是随堂作业啊 都是要她的学生 到我们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 来发起倡议 发起联署啊 就有一位这个16岁 一位王宣如 现在是我们的 我们行政院的开放政府的 推动小组委员 他当年呢 就是才16岁的时候 就发起了一次性的塑胶吸管啊 等等禁用的这样一个联署 非常的成功 现在还真的就 大家都换成纸吸管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它可以让民主的很荣幸 就是inclusion变得更好 让更多更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更年长的朋友 他平常不是很习惯 参加这种面对面讨论的朋友 还是可以透过网络 有一种身利其境的状况 但他并不是取代面对面的讨论 而是去增幅它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政委员跟我们的分享 那在这里面我想 可不可以我们也很自私的 既然我们有一些跨产业的 企业领袖今天都在场 那可不可以想接着请教一个 就像随着上面这个话题 您对于我们不同这些企业 怎么样来配合 这整个数位民主的一个愿景 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是 我想企业现在也面临了 我们现在叫公司治理3.0 就是传统的ESG 本来是每个企业自己来决定 那但是现在呢 金管会就说 不是啊 我们已经有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了 大家做GRI也做了一阵子了 所以对内 向自己的工作者 以及产业链给出交代 说我们做这件事情 有什么社会价值 有什么环境目标 这个已经变成是配燃末之能欲啊 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在公司治理3.0 或者所谓的永续版上面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对外给出交代嘛 大家都是 不管是跨国的公司也好 或者在国内有结合 跨部门的公司也好 可能都了解到说 现在二氧化碳也不分国界 任何的包含 就是我们的disinformation 假讯息的危害 也不分国界 那更不要说我们的肺炎病毒 也不分国界 我们在面临这种 就是全世界性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讲法 叫做Demos over Demics 就是不管是Pandemic 还是Infodemic 我们都是要透过一次一次的Demo 那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跨产业的来结合 所以如果就是各位看到 总统杯黑客松的话 我们每年就会有 highlight五个不同的队伍 这些队伍都是Data Collaborative 那产业界呢 就是提供蛮好的 不管是用来侦测 这个气候状况啊 等等的这些硬体 或者是提供运算的这些设备 那或者是说 跟学研界相结合 去让现在因为气候巨变嘛 所以大家不小心会中暑啊 热伤害啊等等的部分 像中研院的学者 也会加入我们的黑客松的队伍 那在另外一个方面 民间部门这些社会企业 可以去结合到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讲一个关于凤茶的这样一个故事 让大家更愿意出门装水等等 也就是说真正在跨部门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把企业本来只是 比较是往投资人交代的 这样一种shareholder capitalism 变成往整个社会都给得出交代的 stakeholder capitalism 那这个我想也是大家要一起摸索 一起努力 非常感谢 好 那我想我们也来聊一下 既然今天是一个 你也知道Google Cloud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教 很冒昧的请教 政务委员对Google Cloud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或者对Cloud in general 我们这些所谓的 Public Cloud的这些service provider 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是 其实还是刚才所讲的 就是一方面是alignment 知道说这个我的Cloud provider 跟我自己在这个Cloud上面 所运算的这个关系 它的价值是相容的 是相同的 那这一部分呢 当然不是只是关于隐私 跟资安的技术而已 这里面还牵涉到 很多互相给出交代的这个成分 那这部分我相信 Google Cloud是做得相当好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说 那它的在技术上面 到底怎么样子去运算出 好比像说我刚才讲的 就是合成资料 或者是全同态加密 等等的这些做法 因为这些做法 在人类的历史上来讲 也是就是非常最近 才出现的研究成果 那现在呢 就有点像量子力学 刚出现的时候 大家还不是很确定说 这个性质是怎么样 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它吗 然后以及纵使我们能够相信它的话 那未来好比像说 量子力学也会带来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跟这些技术的关系 又是什么呢 那这些就是有赖于 这些Cloud Provider 去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在研究院里面 最先进的这些技术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达到Time to Market 让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 透过Open Source 开放的方式去检视它 透过Free Software 透过自由软体的社群 去知道测试它的边界 那这样子它才能够成为 我们新的这个 跟云相关的这个文明 建设的一个基石 好 那顺着这个话题 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 可能看到这段录像的 这个朋友们 他们都想 我们说start up 都想创业 那就换一个方向 政务员对创业 或者有创业的这个野心的 雄心壮志的年轻朋友 或者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就是当你要考虑 要创业的时候 尤其在这么科技 所谓科技的时代 您会建议他们 这个想到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框架 或者方向 或者应该要注意的 哪些事项呢 是 其实triple bottom line 就是三重底线 不是只有上市上柜的公司 才需要想的 在创业的最初期 就应该要想 尤其是在台湾 如果你创业的题目 是具有公共利益 或者是有环境价值的话 即使你的第一桶金 这个你的天使投资人 只愿意给一小部分 你发起一个群众募资 说不定募来的钱 都比天使投资人 要来得多 也就是说 我们都是非常乐善好施的 一群人 那大家在一开始 只要把这个主轴 就是ESG的主轴 运用我们全球永续发展目标 这个方式 把它标定 有了主轴之后 你就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轴转 轴转呢 以前叫做这个尝试错误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你主轴是确定的 所以不管尝试错误几次 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爱迪生讲的吗 他不是说失败了99次 是实验出99次 不能用的材料 给大家参考分享 那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真正有个 startup culture 不会变成好像失败 很没面子 而是说 我轴转了五次 轴转了十次 帮整个产业界 进行学习 而且也让大家看到说 最后真正可以用的材料 是什么 这个过程里面 不需要一个人承担全部的风险 因为他有公共的利益 所以当你有 triple bottom line的时候 大家不可能在三个 bottom line上面 同时失败 真的很感谢 今天您跟我们分享 在最后 我想可不可以很直接的 也请问一下 因为您站在您的位置 可以看到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那目前对我们现在 整个的台湾和企业 或者是在数位民主这一方面 您有没有看到一些 让你比较 可以说比较担心 我知道您很乐观的一个人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让你现在觉得 稍微有点揪心的一些 事项或者方向或者趋势 也请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是 其实像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它不一定是集中在 一个政权里面 它也可以是集中在一个 跨国公司里面 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们 也有出书 像监控是资本主义 甚至还有人拍了电影 social dilemma等等 也就是说 我们的data norm 只要大家都还觉得说 AI是辅助式的智能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如果大家 抱持着一种宿命论的感觉 觉得说总有一天 会有什么singularity 那我们就算了吧 不用现在来保护人权 因为反正最后AI会超越人类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每天日常给的出交代 价值的互相分享等等 好像显得就会比较 没有那么重要 这就打个比方 好比像说如果有人觉得说 人类迟早都是要 移民到其他星球的 那大概就不会那么关注 气候变迁了 那但是当然不是说 移民到其他星球 有什么不对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要顾虑这个inclusion 毕竟不是所有在地球上的人 都可以下一瞬间 通通跑到火星去 所以说我们这些 留在地球上的人 还是很重要的就是 要一直保持assistive intelligence 的这个想法 然后一直把我们这个data norm 做到是一个 互相平衡的生态圈 而不是觉得说 好像有一天就要singularity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说 when we hear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e must understand the plurality is young 非常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想 最后的总结 唐成武委员 有什么还有其他 我们没有问到的 可以跟我们在最后一个分享呢 是我想最后也是要 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如果不是有各位的话 那在我们疫情严峻的时候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运用 好比像说今天的Google Meet平台 来继续进行远距的工作 各位在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都是normshaper 都可以让我们在疫情之后 到底怎么样子是正常的状况 我们看过这个之后 觉得说真的用一个浏览器 连上之后 我们以前都说见面三分情 但是今天虽然没有 面对面见面 我觉得感觉也有三分情 面对面戴个口罩 说不定才两分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都是normshaper 那各位也都是共同的治理者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一起想说 怎么样让我们 就是在疫情 整个过去之后的世界 比有疫情以前的好 甚至我们自己 我们这一代 登出的时候的世界 能够比我们登入的时候好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 也祝愿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感谢政务委员 也代表所有在场的 各位企业领袖们 再一次的说谢谢您 谢谢 谢谢